明天我是黄艳青 欢迎去昨天上午9点的中天新闻 今天上午的最新消息 先带你来看到台北线瑞芳茶湖山 在15号是突然起火燃烧了 通过画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风势因为很大助长了火苗 所以这个火势是一发不可收拾 足足延烧了16个小时 才在今天凌晨4点半给扑灭 而初步估计山林毁损的面积超过了两甲地 熊熊烈焰直窜天际 浓烟不断飘出 瑞芳茶湖山的大火 从15号中午烟烧到深夜 火光照亮整个山头和夜空 因为地形陡峭风势强劲 火势蔓延速度相当快 灭火不易 消防队员已经出动52辆消防车 300多名救灾人员 终于在凌晨4点半全部扑灭 费时将近16小时 这场火烧山意外 是从星期四中午12点多开始烟烧 还派出直升机帮忙抢救洒水 还有打火兄弟深入火源被武功咬伤 初步估计山坡遭烧毁面积已经超过两甲地 火烧山原因可能是当地的民宿新建工程 工人把废弃物集中在一旁空地 一次有人燃烧废弃物才引发山火 中天新闻流量和王一杰台北报导